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 麻辣香水鱼 干烧小黄鱼 陕西凉皮 辣汁肉夹馍 色色菜更有 招还水煮鱼 霸王蹄花 王氏红烧肉 串鱼小肥羊 新派川菜 传统新菜 新点小炒 尽在新香会 施加宝链 3290BLNFN Unit1 电话7167548810 北约客店3875 Long News Pro 电话647288899 多时市府削枝报告 今天公开 建议市府考虑 裁剪一系列公共补助 北施省被绑南投 安全返家 警方继续搜索 网粉下落 肯尼亚首都内罗币 发生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75人死亡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关注 本地方面的消息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今年7月份为解决 多市巨额预算短缺问题 所做的报告 在今天公开 报告中建议 多市市府工作人员 考虑裁减一系列公共服务 以节约开支 多市面临高达 7亿7400万家元的预算短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报告建议 多市市府各部门 大范围削减公共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 外包多伦多动物园 减少发展公共房屋 关闭部分博物馆和图书馆 降低产血服务 和残疾人公车服务的标准 外包托儿所等 报告预计 这些裁减将为多市 在2012年节省1亿家元 在2013到2014年 节省2到3亿 报告强调 建议削减的服务 都不属于市府提供的 基本服务范畴 削减这些服务 需要经过多市行政委员会的批准 才能进入市议会的投票阶段 多市预算主席目前表示 尽管削减公共服务 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但是为了让多市的财政状况 重新步入轨道 实行一些措施 是必要的 再来关注省选方面的消息 胡达克早前批评自由党的 新移民培训税会政纲 说它是鼓励雇主 雇佣外籍劳工的政策 这个言论受到 自由党党魁麦坚迪的批评 胡达克在近日的演说当中 态度软化 以少数人一词代替了外籍劳工 即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 上周抨击自由党领袖 麦坚迪的新公民税会政纲 是鼓励雇主聘用外籍劳工之后 本周胡达克似乎打算保持这个势头 只不过在用词上 胡达克以少数人一词代替了外籍劳工 胡达克表示 麦坚迪应该为自己的政策 向50万失业民众道歉 麦坚迪上周提出 为雇佣新移民的雇主 提供1万家元的抵税额 以帮助他们减少 培训新员工的花销 然而这项耗资 1200万家元的计划 每年只能帮助1000到1200人 胡达克表示 在增加就业 促进经济和帮助中产家庭方面 进步保守党是唯一值得信任的政党 胡达克还称 进步保守党的计划 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 但是胡达克并没有进一步 透露该计划的细节 安省自由党领袖麦坚迪 今天来到省选大战的 重要阵地之一多伦多 在多伦多商会 宣传自己的发展经济计划 麦坚迪首先承诺 一旦在10月份当选 将把购火车所有线路的运营时间 延长至全天 麦坚迪还表示 将会加强地区经济 以促进整个安省的经济增长 麦坚迪称 自由党是唯一一个 针对增加就业 制定了切实计划的政党 而其他反对党 则不顾能源燃料价格上升 和新能源技术节省开支的事实 将会扼杀自由党的绿色能源计划 导致数千个职位的流失 麦坚迪在今天晚些时候 前往密歇沙加 参观了一个被电动汽车生产电池的工厂 随后前往列治文山 发表了中秋节讲话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斯 今天表示 一旦当选将取消一项合并税豁免优惠 今后各大企业在为观看体育比赛 或演出预定包厢或是购买高级套票时 将不能够再享受优惠 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斯 今天参观了位于多伦多蓝鸟队的主场 罗扎市中心 他承诺一旦当选将从2014年开始 取消这项合并税的豁免优惠 霍沃斯表示 与其为大公司提供优惠 让他们在观看比赛时 用美酒佳肴招待客户 该党宁愿为真正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司 提供低税额 霍沃斯还对自由党领袖麦坚迪 和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之间的 骂战提出批评 指责他们的行为容易误导选民 来关注家国方面的消息 卑诗省一名三岁男孩遭绑架后 又被绑匪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了家中 目前当地警方正在继续搜寻绑匪的下落 卑诗省的三岁男童 Kinan Heber上周二遭人绑架 警方在上周三发布了安破警报 并且公布了一份Randal Hopley的照片 随后展开了铺天盖地的搜索 西部时间昨天凌晨三点 警方接到神秘电话后赶往Heber的住所 发现男孩安然无恙地被送回家中 由于男孩还不太会说话 警方很难从他口中获得有关绑匪的线索 目前疑犯依然没有落网 民众开始质疑 疑犯是如何进入一个封闭的居所 将Heber送还 又是如何在封口浪尖上 避开警方的视线逃逸的 尽管如此 警方依然不肯透露 与本案有关的更多讯息 只是呼吁疑犯尽快投案自首 卑诗省本拿比一名27岁的华裔女性 遇害后被弃失在当地的飞沙盒 目前的警方已经对其丈夫控役 一级谋杀罪名 本案的死者胡雅婷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今年7月份失踪 警方凶案调查小组表示 死者尸体上月27号 从飞沙盒被打捞上岸 但不肯透露调查的更多细节 死者的丈夫James Small 早前向警方表示 从7月15号将死者送回住所后 就没有再见过面 但是该人目前被警方 控以一级谋杀罪名 死者的两个孩子则交由家人照顾 当局会经常派人了解情况 联邦新民主党主席托普 今天在沃泰华宣布 将加入新民主党党魁的选战 目前托普是第一位 正式宣布竞主党魁一职的 新民主党成员 他将在提交竞选的书面文件后 正式辞去新民主党主席一职 新民主党目前定于 明年3月24号 在多市召开大会选出党魁 新当选的党魁将立即就任 肩负起领导新民主党党团 和国会议员的大任 托普出生于魁北克省 毕业于迈基尔大学 精通英语和法语 为新民主党工作 领达20多年 他曾先后在新民主党 多位高官手下工作 是2008年 新民主党与自由党 结盟瓦瓦中的关键成员 针对外界对其国会工作 经验不足的质疑 共互表示 不管结果如何 他将尽全力尝试 国际方面 肯尼亚首都内罗币工业区 今天发生一起 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随后还引起了大火 造成至少75人丧生 事故地点为 肯尼亚管道公司 附近的一处贫民窟 发生爆炸的输油管 是连接内罗币市中心和机场的 据透露 由于该贫民窟 位于输油管道附近 有的检疫房则直接建在了输油管道之上 事发当时 有一段输油管道 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泄漏 贫民窟里的居民 涌向漏油的输油管取油时 发生了爆炸 引燃雾 有可能是烟头 目前警方正在现场 进行遗体的清点工作 估计死亡人数 还将进一步上升 近几年 肯尼亚曾发生过 几起类似于 轰抢石油或成品油 而发生的事故 2009年 在肯尼亚西部地区 有100多人 在轰抢翻倒的油罐车时 死于大火 遭遇飞机坠毁事故 严重受伤的俄罗斯 亚罗斯拉夫尔火车头兵球队 球员加里莫夫 今天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至此此次空难遇难者人数 升至44人 今年26岁的俄籍队员加里莫夫 是此次空难中 唯一生还的球员 但他全身90%以上重度烧伤 情况危急 俄方在第一时间派出了 国内最有名的医生参与救治 并且于8号 将其和另一名生还的机组成员 送往莫斯科一家外科医院 进行手术治疗 虽然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治疗措施 加里莫夫还是于当地时间12号早晨 因医治无效的事 亚罗斯拉夫尔火车头兵球队 成立于1959年 是俄罗斯兵球季的老牌竞领 这支球队曾三次荣获 俄罗斯兵球联盟冠军 夺取过大陆兵球联盟亚军 并且在多项国际赛事中取得佳绩 此次空难导致兵球队 全部主力阵容遇难 使兵球队遭到毁灭性打击 法国南部马库勒核电站附属设施 一座处理核废料的炉子 今天发生爆炸 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受伤 据悉 发生爆炸的核废料处理炉 位于马库勒核电站 一处核废料处理中心 该中心归属于 法国电力集团旗下的一家公司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号中午11点45分 并且引发火灾 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 于下午1点左右控制了火警 处理炉所在建筑并未受到损伤 法国核安全局表示 在事故现场没有发现放射性物质泄漏 现场的伤员和救援人员等 也没有受到辐射 法国核安全局强调 虽然事故已经结束 但是该局将继续同当地政府 及法国电力集团保持联系 协助和督促有关各方 对事故原因进行彻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天表示 敘利亚六个月来的动乱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高达2600人 敘利亚从三月以来爆发持续的群众示威 要求总统巴西尔下台 导致政府暴力镇压造成严重死伤 并且有上万人遭到逮捕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个月召开叙利亚紧急会议时 在投票中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 要求叙利亚结束对示威群众的流血镇压 美国国家911纪念碑 今天在纽约市对公众开放 911纪念碑并不是一座碑 而是在倒塌的双子塔原址上 流淌的两个瀑布池 涓涓流水象征着生命的不息 池字的四周是青铜木墙 木墙上面雕刻着2001年9月11号 以及在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中 遇难的2983个名字 国家911纪念馆将与纪念碑 坐落在同一个广场 预计将于明年开放 整个纪念建筑计划还包括几座办公楼 和一个地下的部分 预计整个工程将在2015年军工 国际新闻到这里 先暂时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中国承认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 为利比亚执政当局 和利比亚人民的代表 月圆十分感悟人间亲情 品味传统文化 中国各地群众以多种方式 欢度中秋佳节 香港发展 各地群众以一创 百分钟 冷血